一起解決 곤夫 接下來我們來看前提 跟前提相關的謬誤 我剛剛已經舉過例子 就是有關於假定的謬誤 我們有一個矛盾的前提 要推出結論 那個其實也是假定的這個謬誤的一種 那我們今天要介紹的是 第一個就是二分法的謬誤 第二個是所謂的滑坡的謬誤 就是像溜滑梯一樣 第三個是祈求徵典 Bagging 的意思就是說 原來並沒有這個問題嗎 這個問題其實就是 有講跟沒講是一樣的 好像你解決的問題 可是其實並沒有 或者你講出了這個問題其實並沒有 那我們就來看看 第一個二分法的謬誤 它的論證結構是告訴我們說 我們其實不給你太多選項 我只給你兩個選項 一個X 一個Y 所以你不選X 你就只能選什麼 你就只能選Y 或者是反過來 你不選Y 你就只能選X 這個我們就叫二分法的謬誤 那什麼時候我們會碰到二分法的謬誤呢 假設你今天去逛街 對不對 在路上碰到了歹突 歹突就抵著你的脖子問說 要錢還要命 我猜有些同學的直覺反應是什麼 我兩個都要 當你說我兩個都要的時候 有沒有在這個選項裡面 沒有嘛 歹突只給你兩個選項嘛 對不對 一個是要錢 一個是要命 對不對 它的意思是說 你要錢就不要命嘛 要命就不要錢嘛 對不對 所以你只能選一個 你不能兩個都選 可是有些同學就會說 我想要第三個選項 對不對 第三個選項就是我兩個都要 可是歹突並沒有給你這樣的選項 所以呢 基本上它就是一個二分法的謬誤 另外一個經常出現的例子 譬如說 媽媽看到正在看電視的小孩 各位看到這個例子就知道 老師已經有點年紀了 因為對各位來講 現在已經沒有這個例子了對不對 現在應該是說 媽媽 問正在看電腦的小孩 因為現在已經 幾乎小孩不看電視了嘛 現在小孩都是看電腦 要不然就是看 iPad 等等的東西 所以它這些裝置都已經不再是電視了 我正在看電視啊 媽媽就說 要去念書還是去洗澡 媽媽是不是只給我兩個選項 一個去念書 一個去洗澡 可是我有沒有第三個選項 有啊 我想繼續看電視啊 可是媽媽有沒有給我這個選項 並沒有 所以 媽媽其實這個就犯了一個二分法的謬誤 也就是說呢 它故意只給你兩個選項 而不給你其他選項 所以呢 你在這個推論的引導上 就會被引導說 哎呀我不選念書 我就要去洗澡 我不選洗澡我就要去念書 可是其實 你還有第三個選項 就是繼續看電視嘛 只不過 媽媽不給你這個選項 那這時候你如果跟媽媽說 哎媽媽你這個是二分法的謬誤 我也不曉得會有什麼後果 不過各位可以想想看 其實這個是很有趣的一個推論 雖然我們知道它明明有這個謬誤 可是也不宜這個 直接指出來說 哎這個媽媽你犯了這個二分法的謬誤 這個是一個有趣的想法 提供給各位呢做一個參考 那接下來呢 我們要進入到滑坡的謬誤 那滑坡呢其實顧名思義嘛 它其實就像溜滑梯一樣 它有個波對不對 那溜滑梯的特徵是什麼 你只要通過那個點之後 一路就往下滑了 也就是你根本沒有辦法煞車 你不能說我在中間停下來 它的論證結構呢是這樣 它是說 它通常都會利用 X 跟 Y 只差一點點 所以你覺得 X 跟 Y 沒有差別 Y1 沒有差別對不對 那 Y1 跟 Y2 呢 也沒有什麼差別 那一直推論一直推論推論到 Y 最後呢你發現 Y 是可以接受的 或者 Y 是不能接受的 好 再回過頭來說 X 是可以接受的 或者 S 不能接受的 可是通常對於這樣的推論呢 其實會有一點點的懷疑是因為 我們通常會覺得 那個從 X 推到 Y 呢 你如果直接告訴你 你會覺得它很難接受 可是呢 如果一步一步推的話 好像就會得到這樣的一個結果 所以這為什麼是一個謬誤 就是因為 如果我們不是一步到位 一點一點的推的話 你會覺得好像似乎有道理 為什麼呢 各位來看看這個例子 如果我們算出來 同學期末成績 59 那請問老師要不要讓它過呢 其實各位會發現 期末成績 59 的人 如果你覺得說 反正老師 59 跟 60 分只差一點點嘛 就讓它過嘛 對不對 這個不要這麼狠嘛 對不對 這個差一點點 這個不要計較嘛 好 那我們就來建立一個原則是這樣 就是說 第一個就是 59 跟 60 只差一分嘛 差一點點 所以我就要讓它過 好 那這時候不及格的同學一定會 覺得不平衡嘛 對不對 憑什麼只有 59 分可以加分 我也不及格啊 為什麼我就不能加分呢 好 那這時候為了公平起見 我們就把所有的人全部加一分 各位有沒有發現 什麼事情發生了 原來的 58 分 經過加一分之後變成 59 那根據你剛剛的第一個原則 說什麼 59 跟 60 只差一點點 所以應該大概過啊 好 所以這時候呢 剛剛從 58 分加到 59 分的同學 又必須要讓它過了 那根據剛剛講的第二個原則 公平原則 那是不是所有這個不及格的人 同樣啊 58 分可以加到 59 分 再過 對不對 那其他人是不是要跟著再加一分 好 那再加一分的時候呢 57 分就會變成 現在就會變成 59 分了 對不對 因為它加了兩次 好 那這時候呢 根據第一個原則 我又要讓它過 所以依此類推 最後 0 分都可以過嘛 對吧 可是我如果一開始就告訴你說 哎呀 0 分都可以過 你一定覺得這個很離譜 對吧 可是 這個推論卻會告訴我們說 哎 如果我這樣一步一步推的話 我有可能推論得到這個結果 就最後 連 0 分都可以 pass fake pass 所以 換言之就大家叫 歐趴 好 所以 這個結論 的確是不能接受的對不對 可是根據這個推論的話 我們會得到這個結果 所以呢 常常這個在中文裡面講的這個 得寸進尺 其實就是滑坡謬霧的意思 對吧 就是要得到一點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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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它自己呢就會不斷地 一直往前推論 然後最後呢 就會做出一個讓我們無法忍受的情況 這個就叫得寸進尺對吧 那我們的這個 敏南語也會講說 它是什麼 軟陶勤勳 也是一樣的意思 就是說 如果覺得 這個人好欺負對不對 你今天欺負他一點 明天欺負他一點 後天欺負他一點對不對 然後呢 最後好像怎麼欺負他都沒有關係 這個其實是過分的 所以 像這種都是滑坡謬霧造成的 所以呢 我們常常講說 這個物以惡小而為之的意思就是這樣 就是說 你不要以為這個惡很小 你就去做它 其實 就是擔心的就是怕這樣的一個 滑坡謬霧的出現 因為 今天一點點 明天一點點 後天多一點點對不對 所以呢它就會 一直延伸下去 所以 也有的成語就會說什麼 這個 小韓陶班部 大韓陶堪古 像這類的禮語都是在講說 我小時候可能做的措施是一點點 可是我長大之後就會做很多措施 所以為什麼這個 很多人強調教育很重要 其實道理也就在這裡 因為 很多人在推論上會犯這樣的謬誤 以至於自己沒有察覺 然後就覺得 後來那個是對的 其實是不對的 所以這個其實是 我們在日常生活也常碰到的一些 出現的推論的謬誤的例子 最後我們來到祈求真點 Back in the question 這什麼意思呢 意思就是說 我們用y來證明x是正確的 可是 麻煩的是 y 的正確性其實是依賴x 也就是說 我想要用y來證明x 可是 我必須要先讓x是正確的y才成立 那這時候 y有沒有這個能力來證明x呢 其實是沒有的對不對 可是我們卻會認為說 我們可以用y來證明x 其實不對的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其實會忽略了 y 的正確性與否呢 其實是要依賴x來決定 換言之這個證明其實只是一個循環的 或者是一個多餘的論證 它其實是 循環論證或是多餘的論證而已 比如說 如果你問我說上帝存不存在 我就說上帝存在啊 那你問老師你怎麼證明 我就說因為聖經說上帝存在 可是各位告訴我聖經是什麼 聖經是上帝說的話 對吧 所以如果 如果聖經要是說的話要是對的話 就必須上帝要存在 上帝說的話才會是對的嘛 對吧 所以事實上 聖經的權威性來自哪裡 來自上帝嘛 所以你用 權威性來自上帝的這個 聖經呢 要來證明上帝存在 的話 那基本上就有一個循環的 論證的問題 也就是說呢 聖經之所以具有權威性 是因為上帝的緣故 那你現在又要用聖經 來證明上帝存在 所以這個呢 基本上呢就是一個 祈求爭典 或者說是一個 循環論證的一個謬誤 OK 好 那以上呢 就是我們今天要介紹的 這個所有的謬誤 那謝謝大家的這個 這學期的努力 非常的感謝